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爱情喜剧片 该片讲述了一位艺术学院就读的学生 被女友甩后去超市打工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本·威利斯与女友分手 这是他在艺术学院的最后一年 分手后的本一直对女友念念不忘 女友却很快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每天夜里本都无法入眠 越是想睡越是不能无眠 突然本发现他的生活里多了八个小时 或许对于常任而言 每天多出一些时间是好事 可是对于刚分手的本就显得有些可悲了 本不知道如何打发多出的时间 他开始看电视 毫无目的地去搭乘巴士 甚至开始看书 一天去超市时发现超市正在招募夜间员工 本便选择了去超市当夜间员工 利用他多出来的时间来挣钱 不过上班的日子同样枯燥 每个人都有打发时间的秘密 男主利用艺术学院的技能 开始欣赏静态生活的美 简称发达 收音员是不看时钟的 因为你越看时钟 时间过得越慢 让你时时刻刻受折磨 在本失眠两个星期后 本发现他能让时间停顿 在这个停顿的时间里 他能不由走动而不被人察觉 没人能意识到时间停顿了 一次下班时收音员咬了一口本的面包 在帮收音员弄掉脸上残渣时 本发现他时刻享受这个时刻 却没来得及论时间 之后超市组织了一场球赛 因为有人受伤便安排本送收音员回家 回家的路上他们去了咖啡厅 原来收音员到超市上班是为了有钱去学习西班牙语 想通过西班牙语找到一份理由的工作 在后面的日子里 本经常停顿时间 无止境地为他作画一遍又一遍 一次下班时收音员主动吻了本 就好似王嘴吻了公主打破魔咒一般 几周以来本第一次也睡得安门 四日本接到电话 车窗的大廊想展出他的作品 却不知这是好友的工作剧 而后本去接上了收音员 参加老板的收入派对 却遇上了前女友 前女友告诉本 他还喜欢着本 鼓动软了他 正好被收音员看见 本停顿了时间 他不知道如何向收音员解释刚才的一幕 收音员独自回到了家 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本 本找到画廊 谈起他们给自己打电话的事 画廊表示他们没有联系过本 却依旧看了本的作品 画廊被本的作品所折服 决定展出本的作品 本邀请了收音员前去画廊 收音员看到画廊里 都是本为他做的画作 选择与本和好 在亲吻中时间再次停顿 收音员第一次走进了本停顿的世界 而后他们来到了屋外 在漫天雪花中激吻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